全球都在聚焦说 这一回的三中全会 7月15号到7月18号 正在举行当中 现在目前 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出来是什么呢 三中全会都还没结束 但是美国的重量级的企业 高层现在已经在揪团了 很急着要赶快知道说 三中全会会有什么样的 一些新政策出台 去获取第一手的消息 这是南华早报 得到的一个独家消息 他们说这一次 是由美中贸易的 全国委员会来安排 将由总裁 董事长主席 还有联邦快递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来率团 这一次也是这个 等于说顶尖CEO团 包含了像是高通 星巴克 Nike 还有高盛 Honeywell 还有联合健康这些公司 都在大陆有非常庞大的业务 一群重量级的美商高层 将会就在下周就出发 这个18号就会结束的 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他们要赶快过去 看一下这一次闭幕会之后 跟中方的一些官员会面 要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要知道接下来中国大陆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经济发展的方向 他们能够怎么样搭得上 或者是说他们要做一些 什么样的一个因应 甚至是要拓展市场 当然我们看到 IMF也有一个新的消息出来说 大陆今年的经济成长 它又调升了 明年也会调到4.5% 他们展望报告就是 对于新兴市场 还有发展中的经济体的一些成长预测 这一次他说主要上调的动力 就是来自于亚洲 特别是中国跟印度 强劲的经济活动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2024年的预测上调到5% 由于今年第一季 私人部门的消费反弹跟出口 非常的强劲 的确中国大陆最近 拿出来的一些经济数据 蛮多都是让大家觉得说 哇 这个是展现经济的 这个回温跟复苏力 那全球有七成的订单 都被中国拿下 这是哪一个产业 原来是造船业 今年上半年的造船业 哇 交出很亮眼的成绩 光是新的订单量 就达到了5422万这个载重盾 就去年同期增长了 43.9% 快要五成了 截至六月底呢 手上的订单量 有17亿的载重盾 年增38.6% 那还有呢 这个全球18种 主要的船型当中 中国14种船型的新接单量 都是全球第一 所以这个造船业的实力 也不容小觑 再来看一下 这个林健 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他说相信呢 大家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经济 上半年的这个数字 一定都有同样的感受 就是交出了一份 可圈可点的半年报成绩单 在不确定跟不稳定的情况之下 这个全球经济当中 顶住的压力 发挥了稳定器跟动力源的 一个主要作用 那对于美国来说 为什么美国企业 这么急着要过来 就是因为 其实美国对于 中国大陆这个市场 依赖是非常的高的 日本的媒体在讲说 你看美国 对于中国大陆的 晶片出口管制 但是数据显示出来 他们反倒是越来越依赖 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光是这个美国两间代表性的 晶片制造设备商 就有在中国大陆市场 就占了它全部的销售量的40% 那你看看 他们还讲说 如果华府没有限制 恐怕这个业务占比 会来得更高 未来十年这样子的成长 恐怕会到达203 所以非常的高 如果说没有这个晶片法的话 搞不好他们到时候的产能比重 将会下滑 从这个14%下滑到8% 也就是说未来 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大陆市场支撑的话 恐怕美国自己晶片 也要被边缘化 那另外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在军事上面 南海的冲突也持续的在 跟美方 好像也是这个僵局僵在这边 那主要瞄准的就是菲律宾 中俄的军演在南海 现在也要回击一下 因为美国的这个联合利舰 2024不是说模拟了一艘 好像大陆的这个军舰 把它击沉嘛 现在中俄也是 同样他们也是假想 摧毁了敌方的潜舰 给你回敬一下 那还有万顿的海上医院 突然开往了南海 瞄准的是马德雷3号 你在那边坐摊很久了 他们现在这个第二艘 万顿级的远洋医院船 思路方舟号 现在奔向了南海岛礁 那这个专家就讲说 中国大陆现在 就是要用一个舆论压力 就说你会污染嘛 影响到那边的海域 所以应该是要 合理的把它给拖走 那大陆的专家又讲说 菲律宾啊 我们现在在跟你下最后通牒 如果不配合的话 我们到时候不好意思 我们就直接处理了 直接把你这个坐摊船 就用这个直接行动 把你给处理掉了 好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谢老师 怎么看这个 现在美国企业好着急 这个会都还没开完 已经要组团赶快去 因为这个这次会议 三中全会 它主要对于 就是中国大陆市场的 进一步开放 整个国家的进一步开放 它会有一个 五到十年的一个规划 所以这个等于说是设定 一个目标设定的一个会议 这个文件也就是一些 这个说所谓的深入改 深化全方面深化改革 然后这个开放 进一步优质开放 它有一个决定的一个文件 就叫决定 这个文件事实上 它之前会之前 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从这种基层一直往上送 把各种意见 一直叫用 它是说透过一个 党内民主的程序 进行一个充分的讨论 所以这个讨论 已经相当长时间了 这次三中全会 就是要把这个文件 把它透过全会 这一个权威把它定掉 定掉以后 中国大陆整个国家 不管是在贸易 经济 金融 然后环保 制造 然后服务业 然后还有教育 还有全方位的文化 社会 全方位的一个深化改革 然后持续开放的 这两个大目标之下的 一个具体目标的设定 我想这个中间又会 尤其在这个市场 尤其金融市场 甚至这个租税 然后这些 还有这些 制造业各方面 环保方面的这些 允许外资进入的管道 一定有很多新的开放项目 所以这些美商 就已经迫不及待 要赶快在第一时间 抢下一些 抢得先机 抢得先机 最好跟中国大陆高层 拿到一些好的项目 所以就是说 中国大陆就这个市场来讲的话 还是世界上 就是说对于投资者来讲 或者制造业好 服务业好 等于最大 最有潜力 而且也是最稳定的一个市场 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 它不像现在美国或者欧洲 甚至他们深受 他们的整个经济发展 受到政治的干扰因素太多了 这些政治干扰因素 都是用经济作为代价的 中国大陆事实上 政治是很稳定的 而且基本上他们这个规划 也是非常有远见 然后会确实可以落实的 所以你就看到这些 外商已经迫不及待了 另外我讲一下吴世纯 吴世纯他 中国大陆学者最后讲 他是中国大陆南海研究院的院长 他在南海研究 这个南海事务上 他有一言九鼎的地位 很多年他都在研究 这个南海问题 所以他这个讲话 我觉得就显示中国大陆 真的要对马德雷山 下出最后通牒了 可能相当于官方的立场 官方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 现在压力很大 好 来请教舰长 刚刚谈到也就是斯陆方舟号 现在到了南海 可是他到南海是去做什么呢 他是要去解决马德雷山号吗 其实不是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斯陆方舟号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艘船 来观察一下 就是楚币 永属 美济 这三个岛礁 它的吃水到底有多深 为什么 因为这个斯陆方舟号 它基本上是14300吨的这个船 也就是它吃水的 应该是在7公尺以上 如果它都可以进入 楚币永属美济的 这些港口的话 那也代表这些港口 实际上来讲 它的深度 是可以提供 万顿级的船舶停靠 虽然我们之前已经看到 美济有靠泊055的万顿驱逐舰 那这些船去干嘛 我们讲到说在南海 有很多的岛礁 上面都有非常多的 解放军的驻军 它要去为这些驻军 做进行相关的体检 然后而且它会带着 所谓的文艺演出 就是例如像我们台湾的 艺工队一样 他们称为这个叫做 健康送海疆 所以其实并不像 我们大家讲的 那至于说要怎么样处理 马德雷三号 我们来看一下 马德雷三号 它现在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它其实锈烂成这个样子 它锈烂成这个样子 它其实不能用拖的 因为一拖就四分五裂 那一拖四分五裂之后 那你就更难处理了 然后现在又在讲 中国的自然资源部说 马德雷三号 它其实就是排放污水 然后造成各种的 一个珊瑚礁生态破坏 如果去直接拖 那也就让菲律宾反手 可以说这个破坏的是中国大陆 但是中国大陆没有其他的方法 当然有 各种工具很多 我们来看这艘船是什么 这艘船其实是 那个Insta 它在2018年的时候 进行了北约的三叉戟操演的时候 然后就因为 因为跟其他的邮轮碰撞之后 它为了要避免沉没 然后它就搁浅了 搁浅之后我们看到 来钓的这些船 虽然不是中国的 但是都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 如果说今天要把马德雷3号拖下来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那也就是它下面会放各种的福袋 然后让它浮起来 有一定的福利之后 就由这些拖船直接把它拖下来 现在大家对于解放军有各种想法 可是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他们现在在白令海 有拉萨舰编队 在台湾东部的菲律宾海 有山东舰编队 我们看看 这是昨天所公布的 山东舰编队的一个操演的状况 他这一次没有去关岛 他也没有上到白令海 他就在台湾的东南这里演练 国防部有跟大家讲吗 其实没有 他在这里的演练 其实跟我们台湾所看到的这一些 有关于西南防空识别区 为什么基建这么多 其实是息息相关 怎么说 我们来看 例如说我举个例子 7月10号 山东舰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有各种的空中兵力 这些空中兵力做什么 也就是海空对抗操演 所以我们看到解放军的 这些军舰不断的溢出 其实对于我们台湾是危险的 但是山东号真正的目标 其实是反介入 而不是对于台湾 好 来请教袁老师 这个山东全会非常重要 是涉及到经济当中 最主要的主轴 就是深化改革开放 虽然您也讲说 大陆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績 但是我必须强调 这两个季度当中 是从5.3到4.7 现在接下来预测是4.5 换而言之对大陆来讲的话 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发展动能的话 非常重要 我用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美国的企业到 中国来集体访问的时候 大家不要当成是一个单方面的 因为美国目前为止的话 高科技的部分 对大陆有所限制 有所打压 那么这是明确的事实 但是美国另外 它的优点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美国的管理的能力 美国的企业的管理能力 对于大陆来讲的话 他们的投资 增加了就业的机会 其实严格来讲起来的话 我必须强调 这个不能够一厢情愿 美国人看到中国人的市场这么大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的话 人又工作很勤奋 那么对大陆来讲 这个需求是互相的 大陆会得到了两方面的好处 第一个的话 就是跟在美国如此打压的情况下 维持了一定的交往的关系 另外的话大陆跟美国在学习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比如说Starbuck 西巴克 大陆就是慢慢的养成了 大陆喝咖啡的文化 大陆现在就出现了瑞幸咖啡 那个瑞幸咖啡本身来讲的话 它很多地方 因为咱们中国的创意可能 不一定来得像美国那么厉害 但是要按照这个创意底下发挥 应用 山寨 这个能力其实蛮强 而且我必须强调 瑞幸的咖啡还不只是山寨 它的也是创意无限 当然这种例子非常多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在整个美国的企业当中 到中国来讲 它这个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个观念 因为大陆现在一般的民营的话 如果你的量不够大的话 你在经营起来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 我所谓的不容易的话 就是说有很多对于企业的 民营企业的要求上来讲 不像美国的投资会这么大 所以说这个也是显现得出来 美国在这边有发挥的空间 必须要了解了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是大陆希望 美国的企业来 所以说这个三中全会开完以后 深化改革开放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 然后另外对美国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有两点 也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就是美国本身的企业 在发展上来讲的话 它要找寻市场 找寻市场的话 欧洲市场有点饱和 中国市场其实开发的空间很大 那另外一点